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物的重养还是儿女的教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物重养不好 没收成 防不了鸡 儿女教养不好 但不能防老 还会坑老 不信 咱们就来看看今天节目里的这个故事 2017年8月15号晚上10点多 一名神色焦虑的中年男子到陕西省蒲城县报警 说营运出租车的妻子离奇的失联了 她和她妻子共同经营了一辆出租车 平时夜半是她跑 北半是她的妻子跑 平时都是赵上的11点半左右 她妻子就解释了 万上的6点 这次差不多7点 却要给她交车 报警人姓张 据张先生讲 妻子当天像往常一样 接车之后就独自驾驶出租车 在城区营运 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 可直到过了交接车的时间 妻子赵海雄一直没有出现 到总务的12点多 给她打了个电话 然后再给她妻子打电话 一直无法解脱 联系不上了 没有任何隐信了 失联了 这大白天的人会去哪呢 这是张先生报案的时候 提供给警方的8月15号 妻子驾驶出租车的行驶轨迹 车辆的这个GPS显示呢 当天中午 赵海雄驾驶的出租车 曾经驶离过蒲城 一路来到了复平县境内 在美元镇雷谷房村 稍作停留之后 就开始在县城里边 来乎的徘徊 随后更是一路向北 前往了同川市 咱当时干到这就比较奇怪 因为根据咱的了解 是这个绿出租车司机 平时就在咱蒲城县城去 最多就是跑了上蒲城县的 轴扁这个活动 从来没有所跨思 向对准营运的这种情况 从蒲城警方 接到报警的那一刻算起 女出租车司机赵海雄 已经失联超过9个小时 而在这9个小时里 赵海雄的行为一反常态 诡异的车辆行驶轨迹 更是让人百思不解 那么赵海雄的离奇失联 究竟遭遇了什么 可又到底要去哪里呢 这一切的疑问 都让人充满了焦虑和担忧 一股不祥的预感 也涌上了大家的行为 这一辆车现在一直在 腰轴区的周边 不停地运动 根本就没有返回铺上的迹象 咱现在就考虑 现在谁到底开的这一辆车 要是司机笨人的话 要么他就要接电话 要么就要回电话 咱干得非常奇怪 咱现在就想着是 应该是这个司机 被侵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说是被绑架 被劫持 警方判断 女司机赵海琼 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这可是大白天的 真的有人会去 抢劫一个出租车司机吗 出租车司机能有多少钱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司机失联了这么久 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事态紧急 为了弄清楚 女司机失联背后的真相 仅最大可能的 确保赵海琼的人身安全 民警决定 立刻赶赴同川市 沿着出租车行驶的轨迹 展开追踪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追踪和搜寻 8月16号的凌晨 民警终于在同川市耀州区 发现了出租车的踪迹 咱当时把这辆车 截停之后 发现这辆车的司机 是一个男性 旁边还坐了一个男性 没有见到女司机 咱现在心里就有些谎了 这到底女司机 现在在啥地方 车找到了 可是车上呢 却只有两个男人 那么女司机的安危 就更让人担心了 这两名男子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会驾驶着 赵女士的出租车呢 随后在出租车上的一些发现 让警方和家属都感到很绝望 咱当时对车上检查以后 发现了女司机的受捷 就在车上放着 车上还有一件带血的端袖 咱当时就非常近了 手机 带血的衣服 这些东西说明 女司机起码受到了伤害 这也确实让警方感到紧张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经过警方对两名 可疑男子身份的审查 竟然发现 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 青年男子刘先生 只是一名普通的乘客 据刘先生说 当天晚上 他和朋友聚会 喝完酒之后 独自一人准备搭乘 出租车回家 都在无意中 挡下了这辆出租车 而就在车上 他和那名男司机 曾经有过一段 耐人寻味的对话 而经过民警的核实 当时驾驶出租车的青年男子 叫杨顾明 陕西复平人 今年29岁 无犯罪前科 经过讯问 杨顾明说 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 杨顾党斯承认 这辆车确实不是他的 他说是他一个朋友 给他打电话 把他叫的门远截刀 说让他把这辆车 出力掉 这辆车到底是谁的 他不知道 一个坐车的 一个开车的 坐车的是顾客 开车的说 自己是帮别人卖车的 那么事情 真有这么简单吗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所有人都愈发地交集 在僵持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杨顾明终于说出了实行 据犯罪嫌疑人杨顾明交代说 早在8月15号的中午1点多 女司机赵海琼 在复平县尾谷方村 就已经遇害了 并且被他藏失在一间 废弃的民房里 他之所以驾车前往同川 就是为了卖车 这个残酷的真相 几乎令人难以接受 可是杨顾明和赵海琼 素不相识 他为什么要残忍 杀害女司机赵海琼呢 不幸低解 与恶魔 竹篮打水 异常空 消失的低解 拍案正在播出 大白天杀人 杀一个女出租车司机 一个素不相识的出租车司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犯罪嫌疑人杨顾明 当天的行动轨迹 8月14号早上 他呢 从富平县的家里边 乘车来到了浦城县 当时呢 他的身上还带着1100块钱 赌博就像是个无底洞 想到身上带着钱 收得差不多了 杨顾明感到非常懊恼 甚至有一些恐惧和不安 随后一个罪恶的计划 在他的脑海中 迸发而出 输了钱懊恼 然后呢 总想着把输出去的钱 给补回来 其实很多赌博的人呢 都有这样的心理 有人借钱 甚至变卖家产想翻本 而更极端的呢 会铤而走险 去违法犯罪 赌博啊 其实就是放大了 人内心里的贪和恶 杨顾明没有选择 到赌桌上继续翻本 但是呢 他却选择了更可怕的行为 14号下午 他在一家商店里 购买了一把水果刀 晚上在7点多 杨顾明来到了一家网吧上网 他在网吧里 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全搓在网吧的沙发上 脑海中反复思虑的 只有一件事情 8月15号早上的11点多 睡醒的杨顾明在网吧逗留了一阵子之后呢 缓缓离开了 而这个时候 他已经下定了实施作案的决心 从网吧出来之后 杨顾明就站在了路边打车 之后的7分钟的时间里 先后有三辆出租车 停靠在他的身边 但是呢 因为都是男司机 杨顾明 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直到赵海雄驾驶的出租车 最终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 让你出租车司机 没有想到的是 他今天遇到的 不是一个正常的客人 而是一个恶魔 前方等待他的是一场灭顶之灾 车司停在了村口之后 杨顾明谎称没有带钱 以回家取钱付车费为由 把赵海雄骗下了车 当时的赵海雄 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场灾祸正悄然向着袭来 刚住人家 今天飞起五年 那种方便扣 然后另一个别人 我倒着头去 那不钱给给你 不给 然后呢 然后翻抗里 之后猫里 之后 老豆子们捅了 捅了后 划了三刀 前来走了三十米 一九分的东斗 当时呢 杨顾明从赵海雄的身上 抢走了两百三十块钱的现金 和一把车钥匙 随后就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 那边我提到 坡里 住里 向里 要快速去卖了 杨顾明并不太会开车 对路况也不熟悉 因此呢 开车车四路乱转 为了能够顺利地逃脱 杨顾明用抢来的钱 给车加了油 还买了一身衣服 替换掉了作案的时候 沾满了血污的衣物 也因此呢 他很快又身无分文了 于是在到达同川之后 拉上了乘客 赚取路费 原本他还盘算了怎么样 将抢来的出租车卖掉 可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落入了法王 杀人抢劫 杨顾明原本想抢到点钱 弥补赌博的损失 可是呢 最终却竹篮打水 一场空 他犯下了重罪 必备严惩 可是哪怕被判处死刑 女出租的司机 也回不来了 女司机无辜被害 让她的丈夫 深陷悲痛之中 不能去罢 不吃不活 睡不着 老家的媳妇喝菜 面对妻子的不幸罹难 张先生根本无法承受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不愿相信 勤劳善良的妻子 就这样离开了自己 当时现在的情动 确实不敢想 不敢想 张先生和妻子结婚 已经二十多年了 感情一直十分深厚 回忆当中 全是和和美美的幸福 而如今 看着家中发生的巨变 他悲痛欲绝 特别好 我希望 跟我关心的是没有事 基本就是 我走那 他走那 他走那 我走那 我那基本上 就是 二十多年 从来 从来 形容不离 张先生说 自己的父母 已经八十多岁了 起先 他一直瞒着两位老人 直到要办丧事 实在瞒不住了 他才把噩耗 告诉了双亲 面对这一切 两位冒脸老人 只有一泪洗面 曾经的这个家 虽然并不富裕 却充满了幸福美满 和欢声笑语 也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往昔 如今 物是人非 记忆当中的一切 现在都幻化成了 无法企及的泡影 痛彻心扉的泪水 一时间笼罩着这个家庭 留下的 却只有 永远定格在脑海中的 伤痛回忆 张先生说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原谅 面对无辜的妻子 凶手为何会如此 丧心病狂的凶残 回想起曾经夫妻之间的 幸福和甜蜜 眼前却只有凄凉和破败 张先生深深地陷入了 悲痛之中 无法自拔 他不知道 接下来的生活 究竟该怎么走下去 然而面对自己 亲手酿造的惨剧 犯罪嫌疑人杨顾鸣 也表示后悔莫及 可他说出的一句话 却让我们感受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刺骨之寒 你现在这个是大胜 如果有人回来 给他配他病 也要死了 给他配肠 这句让人提笑皆非的话 着实令人心寒不已 犯罪嫌疑人 对生命的漠视 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不知道 此刻的杨共鸣 怎么会把自己的 罪恶行径 说得如此的轻描淡写 他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会做出 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来呢 一生恶习 好吃懒做 还嗜毒 交生惯养 穷人养出富二代 消失的低节 他呀正在播出 杀人抢劫 酿成大祸 但是面对这样 严重的后果 杨共鸣 却表现得 很无所谓的样子 杨共鸣 为什么会这样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我们来看看 他的邻里 相亲和家人 杨共鸣 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 家中有四个姐姐 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为了一大家人的生计 杨共鸣的父母 中日里心情的劳作 对孩子们的关心照顾 自然少了很多 杨共鸣自小 性格就比较孤僻 学习成绩也一直不好 初中呢 只上了一个学期 就辍学了 杨共鸣说 辍学之后 年仅十几岁的他 就开始在建筑队 帮人盖房子赚钱 后来呢 又干起了泥水匠 这样的打工生涯 他对他来说确实充满了艰辛 打拼了多年之后 杨共鸣 邂逅了人生中的另一半 2011年 在亲人的介绍和操办下 杨共鸣 很快结婚了 2012年杨共鸣的儿子出世了 家里的经济也有了新的起色 一家人幸福美满 享受天伦之乐 本应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 可是呢 杨共鸣的心里 却感到很不满足 对比往往是痛苦的来源 但是对比也是前进的动力 别人有的自己没有 那就通过辛勤劳动 合法经营拥有它 可是呢 杨共鸣不是 他呢 只会怨天尤人 还因此觉得自己 多么的伟大高丧 我还把物文人扫起来 就不想说 作为家里的青壮年的劳动力 上又老下又小 向往美好生活 自己不努力还指望别人 这不是废物是什么呢 还大言不惭 害怕家里人操心 真害怕家里人操心 那就应该积极上进 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是呢杨共鸣啊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描述的那样 我弟从来就没有 所谓家里考虑一行 包括他媳妇 我还平常的华妃 都没有见他 为家里拿回来一分钱 用钱全都自己花了 我爸妈也是命库 我妈还有兵 一天还要为我弟弟私操心 他就一天呼光 基本上啥心都不操 只管他一个人 在杨共鸣亲人的印象当中呢 他一直都不是一个 让人省心的孩子 除了性格内向 不爱和别人交流 杨共鸣最大的毛病 就是懒 杨共鸣的家人说 多年以来杨共鸣在家里 都是我心我素 父母姐姐们的管教 劝解 他几乎都是抛住脑后 置我网闻 最终家里人对他 也只能是听之认之了 过度的放任自留 让杨共鸣更加的肆无忌惮 一旦被家人看管得紧了 无法让他得到满足 杨共鸣就会毫不犹豫的 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和杨共鸣的描述 截然相反的是 他不仅是一个 对父母亲人完全不负责任的人 甚至连自己的家庭孩子 杨共鸣也是不管不顾 结婚之后的六年来 他和妻子的关系一直不好 经常吵架 多次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一直依靠着家人的努力维系 才一路艰难地走到了现在 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 杨共鸣的父母对他付出了太多 也承担了太多 原本的老两口只希望儿子能够奔奔奔奔的安稳度日 可是没有想到 就在那一天 杨共鸣偷偷拿走了家里卖羊奶得来的一千一百块钱 悄悄出门之后惹下了如此大祸 从犯罪嫌疑人杨共鸣的行为模式和人格特征当中 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意识里除了唯我独尊的思想观念之外 几乎丝毫没有对亲人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幼稚 偏激 独断独行 不计后果 也许正是他最终步入犯罪深渊的根本原因 他的性格特征上属于他人是比较内向的 他不太会主动和他人建立人际关系 少言寡语 第二他这个人思想反而是独立的 他不太会考虑外界的影响 他会按自己的想法去实施 第三一个他又是一个会想到就要去得到这么一个人 他很快会注意行动 在他行动的同时你会发现他不太会考虑到后果 其实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 杨共鸣的父母也曾经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 虽然亲人们一再强调 他们从来没有对杨共鸣浇灌纵容 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 却让杨共鸣的心理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好像这个人是生活在密关中 幸福中生 幸福中长 即是被幸福包裹这么一个人 实际上他是金玉其表 败蓄其中 怎么这样讲呢 他的生长经我们可以看到 他父母对他大包大蓝 对他的一些小过小错都包容和不让去承担责任 对他是一种放纵的行为 这样一个家庭的一种养育的方式 教育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 又使他慢慢地会走向歧途 形成最后这么一种结果 自私 懒惰 怨天尤人 毫无责任感 还很无脑 我们仿佛看到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婴儿 这就是所谓的巨婴 杨共鸣患上巨婴症 也许有很多原因 但是家庭原因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了 巨婴症毁了杨共鸣自己 还毁了自己和别人的家庭 所以孩子的教养 那从来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好 赶紧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见 养女八年 女儿身世 竟然另有玄机 妻子究竟隐瞒的是何秘密 三个人的结婚证 拍案 明晚播出 拍案 明晚播出